Hello, 早晨, 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早安康健康網的講座 今次的講座是身體檢測之多少的 大家希望你們能聽到我們說的話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那個check box下面打進來 我們希望盡量可以幫到大家 早晨, 我是Barbara Ho, 我是安康健康網的首席護理主任 如果參加過我們以往的講座的話 都我們曾經見過面的了 Next slide, Please 首先我要領土確認先 安康健康網的辦公室是位於Moscrum, Squamish 和Sylworth原住民的傳統祖傳 和未必各樣的領土 今天我都知道大家, 各位都由不同的地方來加入我們 並且承認他們的傳統領土 很感謝他們給我們在這裡生活和工作 今次的講座我們會錄下的 錄下之後, 我們會放上安康健康網的網站 如果你有朋友想聽的, 或者你想重溫一下的 也可以, 以後可以回到我們的網站重溫 我是Barbara Ho, 我剛才說過了 如果是第一次參加我們安康健康網的講座的話 我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們安康健康網是什麼組織 我們是由BC大學、醫學院、數碼醫學部門成立的 我們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希望能夠傳達一些正確和可靠的健康訊息 和大家分享, 讓大家認識多一些有關慢性疾病和自我管理的方法 因為我們主講嘉賓的題目 是有很多很多資訊和大家分享的 我都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家庭醫生陳慧基醫生來做我們的主講嘉賓 那Jessica, 交給你了 謝謝, 謝謝 Barbara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很感謝安康今天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每天上班都會遇到的課題 就是身體檢查之多少 那我做一個小小自我介紹 那我本人雖然會講粵語 但是其實我的大學和醫學院都在UBC讀的 那我就差不多幾乎20年前在UBC醫學院畢業的了 那所以我的醫學所有的詞彙 其實我都是多數是我們日常工作是用英文的 那所以如果我的中文詞彙有些不足或者有些巧合 就首先要恨請和多謝大家的諒解 也都感謝安康主辦單位提供了非常好的中文翻譯 就是今天這套雲燈片這套slide是用英文寫的 所以大家盡量體諒體諒 那今天的學習目標 其實我想做一個大家一起討論 就是我們會講一下定期健康檢測 對於管理和預防慢性疾病的重要性 那我們何謂慢性疾病呢 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高血壓 膽固醇血脂 血糖和腎肝功能 但其實我也會講到 有別的疾病也都不在傳統是驗血驗到的 其實我也看到有些病人會來我這裡說 我想做身體檢測 他們是想做身體檢測 他們心目中的身體檢測 其實就是驗血和照很多東西 但其實從一個家庭醫生的角度來看 身體檢測其實是家庭醫生去望文問徹 去深入地了解你的病史和家族的病史 在一個很個人化地去找到 有些問題是對於你最重要的 就不是盲目去追隨 一套我的朋友照了 我又要照了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那 所以呢 其實 你有一個長期的 和一個家庭醫生的關係就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的學上目標 亦都包括 如何在看醫生和看醫生的訪問之間 監測到自己的生命體徵 我們今天一個小時的後半部 Barbara也會詳細去介紹一些很有用的工具 以及可以用這些工具來支持你慢性疾病的治療管理 我們也要講一講 我們今天的討論會集中在預防和檢測 因為時間關係就比較不可能可以討論診斷和治療 尤其是各種比較特殊的病 但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歡迎大家在這個討論 打把你的問題 用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 打上去 Barbara就會幫我們整理 我們會有充足的討論時間 我想將今天 我們這個其實都很長的討論 分為五個階段 其實這五個階段 其實這五個階段 我是在溫哥牙執業的家庭醫生 做了將近二十年 是我這十幾二十年累積的臨床經驗 所以是我個人的經驗 其實陳醫生你從哪裏拿回來的 什麼文獻 其實是沒有的 我看到大概怎樣分斷 大概有什麼年齡層 是有什麼問題 是比較重要的 其實打個譬如 如果我是你的投資顧問的話 你都會說 我現在想投資四十年 我要怎樣選擇 我要做什麼投資選擇 買什麼股票 你一個有四十歲的人 和一個七十歲的人的選擇 你的一個好的經理 會和你度好 所以其實健康也屬於一個長線投資 有時就不是長線 有時是中短線投資 所以我會將我們的討論 大致整理在以下這五個階段 接下來 其實不單止是我的個人經驗 BC省衛生部也和我們整理了一個 這個叫做終生預防計劃 Lifetime Prevention Schedule 有和我們整理了一個時間表 就是大家在什麼年齡層 需要全部人都要注意這些項目 其實現在你看到畫面 這個文件是一個計劃上的一個截圖 其實那個截圖下面還有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長的文件 這個文件在我們今天的討論結尾的時候 Barbara 就會放這個連結 是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怎樣可以下載到這個文件 你可以自己再慢慢參考 那你就這樣看這個文件 其實都很頭痛的 因為為什麼這麼多東西 好像很複雜 大家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今天我會幫大家 是由右邊開始走 一直走去左邊的 所以我們是由右邊開始 那有些項目當然是由很年輕 就要開始留意的 有些項目就在中年的時候 要開始留意的 但其實75歲之後 有很多我們所謂的篩選 就已經不應用 其實什麼何謂篩選呢 篩選 篩選的定義就是 當你沒有任何症狀的時候 都需要做個檢查 其實大家千萬不要想著 我其實都沒有什麼不舒服 我做什麼事無情情要去看醫生呢 但其實也都 這樣的處理方法 就是見步行步 或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處理方法 有時對你的身體的長線 就不是太過著數了 所以篩選就是 其實你個人好好的好的時候 你都仍然需要做的事 換句話說 如果你的身體是有不舒服 你不要麻木地看著這個表 就說 陳醫生說 我74歲之後就不用檢查 不過你大便有血 我75歲半 你不要說 我過了75歲不用篩選 那我不看醫生 那也當然不是 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狀 就算你是說 我剛剛才照完預防 但是我剛剛又 好像感覺到 有一點點不舒服 六個月後 你都要去看醫生的 因為我們一個醫生的臨床診斷和治療 是在這個篩選的範疇外面的 即是你篩選完 你都可能再需要做第二些檢查 希望大家今天做這個討論的時候 大家就要記住這一點 就是我們說的是 你沒有症狀之下 需要做的篩選 第一個年齡組別 是我最喜歡的年齡組別 是我們的家有一路如有一寶 是我們家裡的寶貝 寶貝就是80至100歲或以上的人群 大家就不要笑 因為其實我這20年 都已經有很多病人 是70歲看到我現在 差不多90歲了 我也看著他們慢慢從70歲的階段 移動到80多歲的階段 很多都很健康的 我有很多80多歲的病人 還在開車 所以大家不要想著 哎呀這麼老 有什麼檢查可以做 在家裡算了 事情都不要搞這麼多了 只是適合一半 這個想法是適合一半 其實我們在這個年齡層的護理目標 就有很簡單 就有兩個 第一 就希望你們可以 兒孫妖失地在家衰老 其實我們是盡可能的情況之下 就不希望需要把我們家裡的寶貝 家裡的長者申請老人院 第一就是因為現在老人院床位有限 也都是如果他進入了老人院 他跟他的家人的接觸 通常都沒有這麼理想的 當然也有很多家人可以天天去探 當然如果你再加衰老是最好的 大家可能就要計劃一下 有什麼可以令到我家裡的寶貝 在家衰老不令到有任何情況 令到他很不幸地要住院 甚至要入老人院 甚至要住院 第二個大前提就是 令到他有尊嚴和自主 獨立的老化 這也是很有趣 因為有時候我們見到 在北美洲的處理模式 和在亞洲的處理模式 有時候不一樣 我見到我有些亞洲病人的家人 就算病人多少歲 他們是怎樣都要醫治的 他們怎樣都要做 什麼檢查都要路人家做 總之有得醫治的 有手術做一定做 但其實我們應該要問一問病人本身 你覺得呢? 其實你想不想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病人可能說 其實我好好的好的 我可以接受到某個程度的疾病 我不需要各樣的事情 都要做很多事情去解決 其實如果你家裡的路人家 還可以有自己 決定自己醫療的能力的話 這一點很重要 也帶出如果你家裡的路人家 你覺得可能開始 他的反應會慢一點 你覺得他可能比較 不太適合做自己醫療決定 你就要跟你家裡醫生 或者你去請教一些社區團體 去做一個叫做Personal Directive 或者我們叫做Living Will 長命捉 不是為捉 的一個法律文件 其實都不是一定要律師的 上面就會寫下 如果萬一我沒有能力幫自己做醫療決定 以下是我的意願 或者你可以選擇一兩個人去幫你做這個意願 其實這個年齡層的朋友 尤其是健康的一批 就應該要考慮一下這件事情 我今天這個題目就點到這裡 因為這個也挺大的題目 下一張請 我們這批寶貝 大家其實都會有些常見的問題 我就列出了 我在我的診所會比較常會處理 80至100歲 基本上大家都會有的 看起來好像很大的列表 為什麼看起來好像生活灰暗 其實很多這些 我經常都跟我的病人說 可以解決的問題就是小問題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甚至是預防的問題 但是也都是在這個80歲以上的年齡組別 我們是比較著重於處理症狀 就不是那麼著重於處理預防 所以大家就不要說我想做個身體檢查 其實應該要好好地了解一下 你家裡的老人家 你的長者 他的排視功能 他的胃口好不好 其實這些是不需要去用很高科技去驗 其實你只是需要和他多些聊天 留意一下他 關心他 其實你應該會留意到 常見的問題就是肺炎 其實有時候我們醫學界會有一句話 半講笑地說 就是肺炎是老人家的best friend 是他老人家的最好朋友 因為其實大家 難聽點說的都會有過一天 但是有些長者我會看到 就是肺炎走的 其實都比較不是太辛苦的了 但是肺炎其實都可以預防的 尤其是我們剛剛從疫情走出 大家就可以再熟悉得過了 就是當你病的時候 你就遠離長者 你就自己不要把你的病菌帶給長者 如果你有少少不太舒服的 就改天才去探望他 長者也都要注意每一年 要打流感疫苗 我相信很多長者都已經很熟悉這個題目 流感疫苗通常在10月開始 你就可以去藥房詢問 今年的內感疫苗有什麼 也有肺炎 肺炎有兩種預防疫苗 你可以跟你家庭醫生諮詢一下 是否適合你打的 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 就是慢性疼痛 其實很多人是忽略了 為什麼家裡媽媽 坐在這裡經常都不願意動呢 可能因為她膝蓋很痛 她的盤骨很痛 其實她的關節炎 膝蓋已經虧了 她就不想走 她因為膝蓋很痛 不想走 然後就會引致很多問題 例如 如果她行動少的話 當然她的心血管功能也沒有那麼好 她的大便會沒有那麼好 因為她不動 如果她不動的話 她的胃口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是一個連鎖 所以其實我們就很提倡 我們很主動去處理 年紀大長者的人的慢性疼痛 因為不是沒有藥吃 也不要擔心 哎呀我吃藥多不好 其實你市面上 這些非處方類的止痛藥 就以這個Tylenol 就是我們說的Acidominophen 中文是叫泰諾 是最安全的 可以安全地服用 當然有個別例外 如果肝功能是非常差的話 就不能用得 有些消炎藥 例如AVIL 就是Ivo Proven 你要問家庭醫生 你的腎功能和胃 受不受到 但是一般來說 慢性疼痛 應該要處理的 也有可以很安全的處理方法 大家要和自己的醫生諮詢一下 第三項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便秘問題 就是基本上十有八九的長者 在這個年齡層的大便都不太通俗 其實他們的腸都開始慢 所以我們也很建議他們 天天基本上很普遍地吃 你千萬不要想著 哎呀 已經四天沒有大便才去吃 因為其實你天天 讓腸動的話 你就比四天更容易 才去追火車 還有 有些射藥長期吃 會令腸更加慢 因為它有慣性 這個便秘其中 另一個成因也是因為 有些長者喝水太少 因為他不出門 沒有流汗 所以他不喝水 但是我也見過有長者喝水太多 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有吃長期藥物的話 你要和醫生檢查一下 你對於這個液體的攝取量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有充分的水分 和有充分的纖維 也有充分的食物 你不吃東西就不會有大便 那你的腸才會天天動的 另外一個話題 其實是非常被忽略的 就是長者的情緒相關的問題 因為這個年齡層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跟他自己的朋友圈 也都脫了折 很多時候可能 有些朋友 他見到他身邊的朋友 有些人可能有病或者走了 他也難有自己的社交 所以他情緒低落 焦慮 尤其是寂寞 是非常常見的 很多八十幾、九十幾歲的人 他雖然很自立 可能他的身體機能很好 但他不是太想去 他們會跟我說他不想煩 他不想成為他家人的負擔 因為其實他們的子女可能都五、六十歲 自己都很忙 可能有自己的自己的健康問題 他說我不想煩我家人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在家 經常都 你看病的時候 都沒有人陪 很多人跟我說 其實我只是見你 我沒有什麼別人可以見 疫情之後就更加了 因為疫情之前 你會看到 我們很多長者 可能自己會去喝茶 起碼你會看到你餐廳老闆 餐廳的侍應 都跟他們很熟 其實這個是他們的社交圈 有些什麼解決或者預防的方法呢 我建議有能力的長者 其實仍然要參加社區團體 例如如果以前我們在黃公園 會看到早上很多長者去打六通拳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每一天 有一個定時定刻 有一群人聚集 是一個生活的寄託來的 所以現在我們走出疫情 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有沒有這些團體 你可以參與的 有些人去教會 也是一個定期的社交活動 還有大家可能沒有想到 你80歲都可以做義工的 我以前在中橋輔助會 當時義工的時候 我認識到一位姓麥的公公 麥老伯 他103歲都還在做義工的 是可可勁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著 你太老做不到義工 80歲都有80歲的義工可以做的 另外有以下的情況 當然就比較在80歲以上 就比較常見了 我稍後會講到70至80歲的年齡群 其實以下的問題 在70至80歲的年齡群也都會看到的 我稍後可以再詳細和大家討論一下 尤其是骨質疏鬆 就算到80歲 有些人可能說 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驗過 如果你80歲 我真的會建議 你詢問一下 和嘉寧醫生研究一下 你是不是需要去照一個骨密度檢查 如果你照完之後一次 發現你的骨很漂亮的 或者你有一點點 我們叫做骨薄一點 就是低膚膜 未到骨質疏鬆的情況 不過骨已經開始偏於薄藥 你就可以開始去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在80歲 如果你還沒有心臟病 沒有中風 沒有慢性疾病 即是很健康的人 都幾常見 很多時候 看起來很簡單的骨質 嚴重影響他餘下的生活質素 有時候骨質很簡單 他可能打個噴刺 他的背脊骨脆了 他的背脊可能疼痛幾個月 我也有病人 他在家裡滑傷不小心 跌傷骨質 斷了盆骨 在醫院住六個月 一個80多歲的人住了六個月 整個人的狀況就不同了 可能就是走下坡的開始 所以骨質疏鬆的預防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除了檢查之外 骨質疏鬆的預防 也不可以缺少的就是 鈣和維他命D的吸收 在我們加拿大這個北方的國度 大家基本上都不夠維他命D 尤其是如果你不是經常去戶外的話 所以多數人都需要去吃這個維他命D的補充的劑量 你可以請教藥劑師或者你的醫生 在這個營養方面 有很多長者 你不問他 他不會告訴你 當然是你問他的時候 你會問他你早餐吃什麼 我吃粥了 吃了一個包 中午我吃了一碗麵 碗麵有什麼 沒有麵 晚上我吃了一些飯 蒸了一隻蛋拌飯 其實你聽完這個之後 我不是營養師 但是你都會發覺到 他的蛋白質是很少的 那纖維也很少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夠牙 原來 因為他說我吃不到硬的東西 我又吃不到肉 我吃不到雞肉 牙齒不好 他又吃不到菜 所以其實很多這個問題 原來是出於這個牙齒的問題 當然加拿大因為沒有 我們醫療不包括牙齒保健 所以對很多單收入 是由養老金過活的長者來說 牙齒保健是一個財政的負擔 但是對很多人來說 也不是一個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有牙齒的問題 你弄好它 因為如果你沒有弄好牙齒的話 影響的也是跟下一大串連鎖的問題 營養不好的話會影響你的腸圍 影響你的骨 甚至影響你的腦功能 我們再說就是腦功能 腦功能就是腦退化症 也是我們以前俗稱老人之外 現在我們正式的名稱叫做腦退化症 在一會兒七十到八十歲的群的環節 我會詳細再討論這件事 視力和聽覺也是 對於八十歲以上的長者來說 很多人的視力可能已經做了白內障手術 如果未做的可能可以考慮做 幸好我們的眼睛是有兩隻 所以就算你一隻看得不太好 還有另一隻 但如果你兩隻都開始蒙的話 應該要去考慮 因為你可能做的白內障 可能用多十年 所以其實也是挺超值的 但另一件事 大家比較忽略就是聽力的損失 尤其是我們的長者 我們很支持他們 建議他們去出外散步 但問題就來了 因為現在很多車是電的 即是那些不行油的 用電的車 他們的引擎很靜的 其實你聽不到那輛車來的 所以他們過馬路的時候 其實我經常擔心 我的病人會不會過馬路 尤其是在內街 很靜的內街的時候 被車撞 因為有時候在內街 有些車就不停 所以如果你真的經常出去走 一個人出去走 我會很衷心地勸喻你 考慮一下用坐聽器 很多人很抗拒坐聽器 因為他說 哎呀這麼難看 其實現在坐聽器很小的 真的看不到 我有些病人來看病的時候 帶著坐聽器 我都不知道他不告訴我 我都沒有留意到 蓋住了 看不到 其實坐聽器的原理和眼鏡一樣 你眼鏡老眼看不到 你就戴眼鏡 聽不到 但是再聽器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經常出去走 你真的要正視聽力的問題 因為交通意外 也很常見 現在有單車 還有很安靜的電車 所以大家要顧好自己的聽覺 關節炎的疼痛管理 我稍後也會再提及到 下一步 好 到下一個年齡階段 七十到八十歲 七十到八十歲 其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年齡階段 因為現在我看到很多所謂法定年齡65歲的人 其實都不是太是叫前輩的 快到了平輩 他們其實還沒有準備好去退休 因為他們身體很好 又很有活力 65歲 很精神 而且他們很好的工作 他們做自己的工作 得心應手 可能有些人是公司的行政總裁 有些是專業人士 他們還沒有準備好去退休 他們一直做 做了七十歲 做了七十歲 我就開始會勸他們 其實你應該要開始享受生活 因為這是你的黃金歲月 以前的說法就是七十歲 已經到老年了 八十歲鼓起了 但現在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 七十到八十歲很活躍的 旅行 臭孫 還在開車接送 家裡的孫輩 是家裡勞動力不可決的一環 那這個年齡階段 我們要分為兩組的工作 第一組的工作 是我們要看看你有沒有什麼病 你有二十年的跑道 如果我處理了 我是打算有二十年的跑道 譬如你七十歲 我們要處理心血管 膽固醇 這些是可能二十年才見成績的事物 也有另一批的東西 是十年的跑道 我處理這件事 其實可能十年裡都已經對你有影響 當然是七十頭和七十尾的集中項目不同 七十尾可能我比較集中在有十年跑道的項目 如果你是七十頭 我會比較集中二十年跑道的項目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們是為即將來的人生階段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八十至一百 成立這個良好的基礎 其實不是健康遺產 是健康資產 其實你在七十到八十歲做的事 你七十歲做的事 八十歲的你會有得益的 所以其實是一個資產投資 在今時今日的醫療保健 這十年應該是有回報和樂趣的 所以大家應該是用一個積極的心 去面對這十年 常見的健康問題 也是剛才說過的 肺炎、便秘營養和牙齒 情緒、抑鬱和失眠 在這個年齡階段 我比較常見 那我就沒有一個特別的解釋 可能是因為他們開始 怎麼說他們生活 生活開始慢下來 因為他們六十多歲的時候 可能他們生活比較多 社交都有規律 但到七十至八十歲的時候 他的社交可能慢慢減少了 變成他一日無所事事的時間 可能會多了 所以他的病人本身 會比較留意到自己失眠的問題 他也沒有那麼累 另外一件我的觀察 就是你的身體的時鐘 開始不同了 例如你會見到六十多歲 都可以睡得很晚的人 就到七十歲開始 打後就很早起床 例如他天未光起床 那些病人就進來跟我說 陳醫生我失眠了 那我就問他 我說你今天起床 哎呀我三四點鐘就醒了 天都未光 很慘啊睡不回來 然後我就會問他 那你幾點睡覺 他說我九點就睡覺了 因為他九點沒有工作 他沒有社交 六十幾歲的人可能九點都很忙 七十幾歲的人可能九點就在家裡睡覺 那他九點睡覺 睡到四點 其實七個小時了 其實你睡了七個小時 你睡眠正常的 你四點鐘起床 加拿大天未光 你的朋友未起床 沒有電視看 那你當然是很無聊 他覺得他失眠 所以他想要開安眠藥 但其實問題就是 因為他太早睡 他九點睡 所以如果你不想四點起床 你就不要太早睡 那大家就要記住 在這個年齡層 很多時候 你的身體需要的睡眠 只不過是六至七個小時 那如果你想六點起床 你不可以九點睡 你想六點起床 你可能十一點才睡 你十一點睡 你可能五點起床 都很早 但起碼你不會覺得 你晚上眼光光這個情況 另外一樣東西 我們叫睡眠衛生 Sleep Hygiene 睡眠衛生 睡眠有什麼衛生呢? 其實是一個醫學的名詞 那我們就要提醒各位長者 千萬不要養成這個 下午睡眠的習慣 因為如果你下午三點鐘 沒有工作去睡眠 睡眠了一個小時 你晚上又扣回一個小時 因為你每天睡眠的 你的額就是七個小時 你下午睡了一個半小時 你晚上剩下五個半小時 那你就算十一點睡 你可能也是四點起床 眼光光了 所以處理好自己的睡眠的規律 可以改善到你的生活品質 那也都要注意 不要濫用安眠藥 因為就算你覺得安眠藥很安全 是會有長期使用的慣性問題 那說回這個骨質疏鬆 在這個年齡層 開始有些人可能會 可能出街卡一卡 不小心 跌傷 就斷了一些我們說 比較 minor 比較沒有那麼緊要的骨 例如手腕 有時候可能咬柴扭傷的腳 但可能有輕微骨折 如果大家是很不幸 就算是擊傷 有這些骨折 你都要看醫生 因為它可能 就已經是你骨質疏鬆的第一個警告訊號 因為如果你不去處理 這些所謂比較輕微的骨折 你在這個醫學數據可以清楚顯示到 一年之內 你會有第二個更加嚴重的骨折的機會 是大幅增高的 所以你有骨折 就算你照了沒有骨質疏鬆 你都要跟家人醫生談談 因為這個就算你照出來的骨密度是正常的 不代表你沒有骨質疏鬆 因為骨質疏鬆 就不只是看骨質疏鬆的骨報告來診斷 大家可以去詢問家庭醫生 去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剛才說到腦退化和老人痴癌 腦退化其實有很多種 有我們熟悉的阿茲默士 倒 tinha遭遇痕疏鬆 但也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阿茲默士 遭遇痕疏鬆 很不幸地無法預防 和根治 有藥可以控制 但沒有藥可以根治 所以我們不詳細討論這個病 因為不전vi 有什麼可以預測它 不是特別有什麼檢查可以預測你真的有這個病 而且我們也覺得你也未必想知道 因為如果你50歲 他告訴你你將來會有的 其實你這個人也很沒人 所以阿茲默士來說 在現時來說是一個很醫學的大難題 但是其他的腦退化是可以預防的 因為其實很多腦退化是由輕微中風引起 我們有時候聽到有些人說minus stroke 因為如果你的腦是有大型的中風 那你當然是有一個腦的血管壞死了 那個腦的細胞就損失了功能 如果你的心臟有些肌肉壞死了 當然心臟病發 心臟病發 大家都知道 你心臟病發 心臟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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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累積下來可能有心衰竭的問題 但是腦中風 你看看你中了什麼位置 有些人中了不同位置 有些人很不幸 中了之後就不能動了 有些人中了之後可能有預言障礙 但是有些人可能他的腦中風是很輕微的 其實他不太過 但是有時候他進來見我 可能他一年見我三次 我會突然覺得 咦?你之前很精靈的啊! 為什麼這次我見到你可能 你可能和我說話的時候 你找不到 有些人經常進來說 陳醫生 我覺得我有老人痴呆 其實通常進來說自己有老人痴呆的人 通常都沒有 因為通常真的有腦退化的人 是沒有這個自覺性的 我們醫學叫做沒有這個知識 其實旁邊的人說你好像有 然後他死都不認 但是腦退化的人 他都會覺得 我最近好像特別 對某一些腦的功能 特別有挑戰的 可能他沒有辦法集中精神 或者做決定的時候做不到 有時候是很... 不是很明顯的 真的要一個很熟悉的人 才會大概會意識到這件事 那這件事怎樣 控制或者預防或者提早診斷呢? 就是講回我們的 心血管疾病的隱性危機 危機指數 所以其實很划算 你去控制了我以下說的這些情況之後 你可以預防心臟病 預防你的大腿的血管阻塞 也都預防中風 或者可以預防某些種別的腦退化症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應該要正視 那除了大家熟悉的膽固醇之外 還有血壓 也都有很多其他方法去減低你心血管疾病的機率 我們下一張繼續講 請問 那麼剛才那張影片會有講的 終生預防計劃的篩選 即是沒有症狀的檢測 在這個年齡層呢 有什麼檢測是仍然需要做呢? 是70至74歲的人 仍然要注意去檢測大腸癌測試 乳癌測試 和肺癌測試 那這些測試的篩選其實很早 即是40歲、50歲已經開始了 待會我會在這個40、50歲的環節裏面 再詳細去解釋 那有些人需要 有些人不需要 那當然你需要不需要 也都是看你的個人情況 那這些檢測呢 是BC省政府掩蓋的 即是BC省政府鼓勵 也都是醫療卡包的 那在我眼中呢 醫療卡包的東西呢 是minimum 你最少要做的東西 不是你要做的東西 不是包含全部你要做的東西 但是你最少要做這一批 政府出錢給你做了 當然很重要 如果不是政府都不會出錢給你做了 所以這些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你是有長期吸煙的歷史 就算你現在戒了煙 但是你說不是 你20歲的時候吃煙吃到50歲 不過55歲那年戒了 恭喜 不過由於你以前有長期吸煙的歷史 也都要看你每日吃多少 所以這個是家庭醫生會跟你計算的 你就要注意 除了大腸癌的篩選 乳癌、女士乳癌的篩選 也都要做肺癌的篩選 另外有些癌症 也都可能是有預防的方法 但是我們BC省的醫療保健就不包括了 那些也都要視乎個別病人的狀況 我們做個別的recommendation 例如你的投資顧問 會由於你的個人的狀況 給一些個人的建議給你一樣 我剛才說到這個心血管疾病的預防 心血管疾病的三高 三大危機指數 三高病人說 我有三高 我家人有三高 是哪三高呢? 就是血脂高 血壓高 和血糖高 這個二型糖尿病 是很大程度上遺傳的 但是不一定是你爸爸媽媽有 你就一定要有 或者可以換句話說 你要有但希望越遲越好 盡量不要說50歲就開始糖尿 如果你可以將你這個命中一定會發生的糖尿病 因為你可能有家族基因 你命中一定有糖尿病 你可以將它推遲到75 對你來說是很大的益處 因為糖尿病是慢病之源 如果你累積了20年 是對你身體各個器官的微血管 都會有打擊的 例如眼血管和腎血管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會比較有眼疾 和有腎衰竭的危機 糖尿病的病人也比較高 風險是會中風 心肌感濕 所以糖尿病如何預防呢? 當然就是在飲食和運動方面去著手 大家這個定期的運動應該由年輕開始養成這個習慣 不過如果你說我年輕的時候忙著打工 忙著做工 忙著做工 沒有那麼多時間運動 永遠不是太遲的 你什麼時候開始健康生活 對你的糖尿的控制或者預防 都是有幫助的 另外呢 血脂呢 我就比較 今天就不會太說到血脂了 因為血脂的預防和治療呢 其實是很個人化的 不是說你和一個人 兩個人去驗出來的血脂 大家的壞膽固醇可能都是3.5% 但是我對你的處理方法 和對你的朋友 3.5%的處理方法可能不一樣 那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我還要看其他東西的 看你有沒有另外的兩膏 還有有時候我們會建議你做一些 這個 這個 這個血管的造影測試 就看看你有沒有已經有這個 塞了在這裡的 觸氧斑塊 塞塞的血管 那所以你有和沒有 對你血脂的處理方法 是這個 是有這個很 很大的一個 會令到我給不同的治療建議給你的 但是血脂的處理方法各個人不同 但是血壓的處理方法 其實大家大同小異 因為加拿大的血壓組織 Canadian Hypertension Group 就有一個官方的建議 以前不是很久之前 可能十年八年前 我們會說你年紀大 你的血壓控制不要那麼緊 不需要把血壓按到那麼低 有些醫生可能都仍然跟你說 嘩 先生 你七十五歲 你血壓不用那麼緊 不用看得那麼緊 你一百五十度 可以的 但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非常清楚的醫學數據 那個研究叫做SPRINT SPRINT SPRINT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去Google搜一搜這個研究 這個SPRINT study 它是做一個大型醫學調查 幾千人的 它就將不同年齡的人 包括八十歲的人 都仍然是包括在這個研究的項目裡面 它就將他們分批在 我將左邊這一批A組 將他的血壓控制得很好 一百二十 over 80 上壓一百二十 將他很緊密地跟蹤血壓 B組 B組 他們就是去控制的 B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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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比較組 它是比較組 這個A組,即是把血壓控制得很好那組是不單止他們沒有更多的意外 其實我們怕將長者的血壓壓到很低,怕他們跌倒,怕他們頭暈 醫學研究就證明了這件事是幾人優天,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擔心這件事 但是他們這個腦退化的機率是大幅度減低的 所以大家就要好好考慮,尤其是如果其他的健康指標是很健康的 如果你說你已經百病潛生,你很多其他問題 當然以上的建議就不適用了 但是如果你的身體負責,其實很漂亮的 你就尤其要正視你的血壓了 因為你不想你的血壓成為你整個投資項目的會出問題的那一環 你不想他變成你的弱點連結 就是你不想你這麼多個健康項目是這件事出事的 其實很不值得的 所以剛才我提到這個10年的跑道和20年的跑道 癌症的預防和篩選是屬於10年的跑道 因為如果你不去檢查大腸癌,70歲 你放棄,或者忘記了,或者你不知道要做大腸癌測試 不幸地可能78歲會大腸癌 因為癌症可能就是10年8年會形成的疾病 乳腺癌就每兩年一次 但是心血管的中風和心肌梗塞 其實是一個20年的跑道 因為如果你一路,譬如你五六十歲沒什麼正時的 你的血脂又很高,血壓又很高 你到70歲才去改善 其實可能你都未必真的太會影響到你75至79歲的生活品質 不過不是說陳醫生說你就放棄 我只不過是告訴你,如果你到70歲先症,滴起心肝去做的話 你都可以嘗試 不過你的投資回報,因為你沒有那麼長的跑道 你可能未必真的看到有些人投資了20年的同樣的回報 不是沒有好處,不過你可能就真的要早些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那也帶出我們在這張片上最後的一環就是肥胖和煙酮酒 我看到其實現在我們營養氾濫,很多70歲的人的體重都是不理想的 那其實肥胖不只是體重的,也都是指你的身體脂肪的分佈 就是我們比較不希望看到你的脂肪是在肚的圈肚腩 那肥胖當然也會加速你的關節的退化 因為你的膝頭每一天要跟你舉重 膝頭每天要成重,再多40磅 你每重10磅,你走路的膝頭的成重就會再加倍數加上去 你的人肥10磅,你的膝頭成重是25磅,或者甚至是30磅 所以你就算是減到10磅,可能就會對你的膝頭有減輕疼痛的功能 所以其實體重的控制也是在這個年齡層很重要的 到80歲以上我就比較不真的推薦他們去減肥了 因為說真的都不是那麼容易做到,在那個年齡層 但70歲絕對可以做到 70歲如果你說我現在才戒煙,像不像陳醫生? 不像,你戒煙永遠都不像 因為你戒煙我們是在臨床上,在我診所很清楚看到 你戒煙的一週之內,一個星期之內你的血壓已經會減低10度 你戒煙等於你多吃一隻血壓丸 所以有些人戒煙我可以減減血壓的藥 因為他的血壓低了,不用吃那麼多藥 酒也是的,酒是長期損害你的肝 也會對你的情緒和睡眠有負面的影響 所以就算你70多歲,我仍然會勸你考慮戒煙和減少喝酒 謝謝你 好,現在說到這裡,我想看看大家睡著覺了嗎? 希望我們有一個很簡短的幾分鐘,五至十分鐘的環節 我有點擔心說到很複雜 或者大家有什麼是一頭煙一頭暈的想我澄清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我繼續說下去,你可能會更加大 所以,Barbara 會幫我在討論中選擇幾個問題 不會全部答得完 我們會在討論到最後,有時間再做Q&A 但Barbara 會幫我選擇幾個問題,我們可以先解答 我們可以將這個鏡頭轉到下一個鏡頭 所以大家會看到這個終生預防計劃 剛才那張很複雜的表 大家在我解答問題的時候,可以再看一看這個表 好,Barbara 麻煩 謝謝陳醫生 我現在真的有很多好好的建議和資料給大家 大家慢慢想一想 今天問題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因為陳醫生還有很多資料要和大家分享 我們只可以回答一些比較廣泛的問題 太過私人的問題,或者是著重某一個人的問題 我們不方便在這裡回答 希望大家明白 有一個問題我彈給陳醫生 就是關於血糖 我不知道陳醫生可能也會觸碰這個問題 他說通常一般醫生和病人做血糖測試都是一年一次 其實夠不夠的呢?到70歲的時候 誰知道有沒有糖尿病 或者怎樣呢? 他說LIFELAB 就是幫我們做測試的機構 改了它的結果 就是範圍不同了 其實我相信不是LIFELAB改的 是醫療界那方面 他們做了很多研究 然後又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他幾年就會更新他的規定 麻煩陳醫生答一答 是,非常好的問題 所以這條問題是問到二型糖尿病 當然大家知道糖尿病分一同二 一就是年輕人甚至小朋友會有的糖尿病 但我講二型糖尿病 通常它的形成和出現都慢的 就是你很少人是真的 今天沒有糖尿 突然說明天有糖尿 或者甚至是一兩個月內發生 不是沒有 這件事我都見過幾次 就是一隻手 兩隻手數得了幾次 但是一般來說 二型糖尿病 都是一個十年八年累積成的問題 所以那個 所以你的問題問得很好 我其實應該要檢查幾頻呢? 那就要看看你的人的其他的危機指數 和你的家族的危險 如果你說你家族真的有很多糖尿的危險 的話 當年你的機會會大些 或者如果各位女士 你在懷孕的時候曾經被診斷過有任神糖尿 懷孕的時候有糖尿病 懷孕的時候有糖尿病 你終生的機率都會高些 就是你可能二十幾歲生完小朋友 你四十歲之後你就要檢查得緊些了 那一年一次夠不夠呢? 大多數人來說都夠的 因為可能大多數的情況都會說 醫生說看到你有少少血糖超標 不過又未到這個糖尿那個階段 其實此話何來呢? 其實二型糖尿的診斷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胸肚血糖 大家熟悉了 我胸肚不吃東西去Lifelapse 驗血 那胸肚血糖的界定就是要7.0 或以上兩次 不是一次 所以你就算有一次驗出來 7.2 你的醫生不會立即說 你有糖尿病 你解一解口 我們三個月後再檢查 通常有這個情況 第二個方法就是 喝這個兩小時 那杯很難喝的橙汁 之後再去Lifelapse 你坐定在Lifelapse 兩小時之後 再抽你的血 他的剪斷當然就不是7.0 當然就是另一個剪斷 如果你過了Lifelapse 的標 就算你胸肚血糖沒事 或者你胸肚血糖灰色地帶 就是超標 不過又未到7 那批灰色地帶 都是可以界定是糖尿 如果你是以這個 兩小時喝這個橙汁的方法來診斷 就一次就夠了 就不需要兩次 第三個方法就是 你任何時候 你個人覺得不舒服 我們所謂的急性糖尿症狀 其實真的很少有的 有些人可能已經聽過 就是你貧尿、口渴、消瘦 疲倦 你有以上的症狀 然後你可能家裏 有人有這個血糖機 你拍手指 哇!20度 或者其實他就是這個11.1以上 十幾度 你有症狀 血糖有兩個數字 就是打孖數位的 那就已經是診斷了糖尿的了 這個情況就很少 所以大家千萬不能依靠著 哇!我等到我消瘦 很累 噴尿的時候 才去想糖尿 所以我們說 篩選 你沒有症狀的時候 都要去檢查 最後就是 另外一個比較新的 加拿大糖尿組織 但是Belise Canada 承認的診斷糖尿的 界定方法 就是用A1C 即是糖尿的A1C 如果A1C 是6.5%以上 就算你以上三項指標 拔手指 胸肚或者喝橙水 正常 如果A1C 是6.6% 你也是有糖尿的了 只不過 你可能還未需要吃藥 所以 多久要檢查一次 我覺得 如果你綜合以上 看你個人的需要 你的醫生會幫你選擇 比較適合你的方法 如果你經常都在灰色地帶 超標 又未到7% 你可能醫生會建議你檢查得更多 謝謝陳醫生 現在我們看看時間 已經是11點25分 我暫時回答這個問題 我知道還有一兩條問題 可以回答 甚至乎陳醫生繼續說的時候 已經可以說到那方面的問題 現在就交給陳醫生 下面繼續說 謝謝Barbara 謝謝 好 大家做一個stretch 起身伸展 然後我們繼續 我們多一半 因為接下來的年齡層 很忙碌的 很忙碌的 六十至七十歲 非常忙碌的一群人 六十至七十歲的護理目標 就是剛才也帶出過 是癌症的篩查和預防 在這個年齡層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階段 這十年 就是要儲低 你在黃金十年的資本 你七十至八十歲 想要去旅行 想要臭孫 你到時有錢 有時間 希望還要有健康 所以六十至七十歲 通常沒有這麼多時間 但你有健康 希望將你的健康 可以延續到下一個十年 但你就要投資你的時間 去做這個工作 癌症的篩查和預防 慢性疾病 預防和管理 當然很多人在這個年齡階段 身上已經有高血壓的問題 要吃藥物 大家就要留意自己吃的藥物 要遵從醫足去吃 不要說醫生開藥 你有空吃 自己教一下藥 有些藥不可以 多數藥都不可以自己教的 有些藥 醫生可能批准你 如果你的血壓幾多度 你加一粒 但多數情況之下 你最好要跟你醫生說聲 因為不適宜自己教的 在這個十年 我們也開始看到 因為他太忙碌了 在這個階段 我們希望病人可以培養到 心理素質 我們叫做Mental Resilience 就是希望他可以心理強大些 因為他可能身邊開始看到 有些朋友的健康有問題 或者有些人的生活 可能有些不寓意 或者有些人的健康有些不寓意 我們就會開始做這個輔導 就會和大家調適一下自己的心態 所以Mental Resilience很重要 因為其實生活上很多東西 你控制不了 但其實分別就是 你怎樣去面對它 第六個 slide 謝謝 好 60至70歲 常見的健康問題 我可以說常見 若是在朋友圈 也不一定常見 但在診所上見 通常是有些什麼 要比較費心費力去處理的呢? 當然60至70歲也會打哥爾夫球的背部、肩膀、腰肌、腰肌勞損 但我們講到可以預防或篩選的項目方面 就是癌症 我們看到中文這邊列出了很多癌症 男性的前列腺癌、女性的乳癌 以及女性的宮頸癌和卵巢癌 男女也有的就是皮膚癌和肺癌 膀胱癌比較少有 我可以很簡單地介紹這些癌症各自的特徵 前列腺癌當然就是男士有 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話就要特別正視 但沒有家族史的人不代表一定沒有 但前列腺癌如果在老年發現 例如80歲或以上 通常他的癌症沒有那麼兇 你越年輕他的癌症生得越快 所以被療專科醫生 處理一個60歲有前列腺癌的病人 和處理一個80歲前列腺癌的病人 處理方法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的治療通常有創傷性的 因為有後遺症 所以你的主親醫生會 根據你個人的情況 和你度身定做一套 處理前列腺癌最佳的方案 前列腺癌如何去篩選呢 我如何可以透露 大家也知道有一個驗血項目 其實因為這個PSA 一般來說 正常值是3.5以下 但是PSA 不只是在癌症的人才會高 大部分PSA增高的人 其實不是癌症的 只不過是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肥大 並不是一個癌症的先兆 也不會引致癌症 但是PSA可能是3.5為正常值 可能高度5度 6度 甚至7度 但未必是癌症 所以政府就不是太鼓勵大家盲目地去檢查PSA 我不是說你不要去檢查 但是其實你做一個檢查之前 你要知道為什麼要檢查 以及如何處理結果 你不是說檢查到5度 哎呀我是不是要去照個MRI 其實是跟進你要怎樣處理 你有這個認知 你才去做這個測試 因為如果不是你根本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去處理結果 你要跟醫生問一下 你這個結果對你來說是否有問題 對你的朋友有問題 不代表對你的問題 換句話說 有些 反方面說 我也有病人前列腺癌 但是PSA是不高的 我有病人 PSA剛剛窄戒 七十幾歲 剛剛窄戒 我跟他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也發現他的前列腺其實很小 但是他竟然有一個位置特別硬 我手指摸到 我將他送給臂療科 臂療科都說 對呀好像真的有個位置 但是PSA不高的 結果他真的診斷到有前列腺癌的 所以不可以單靠一個PSA一個指標 驗出來 如果你驗出來 1度1.0 通常都是真的沒事的 但如果你驗出來 是3.0 所以我們不可以盲目地去看一個驗血報告 你下一個段譽 說到肺癌 肺癌方面 一路來說 人們就說 哎呀我想照肺 照一張肺X光 看看有沒有肺癌 其實一張 簡直的肺X光 就是你這樣去化驗所裡 吸氣呼氣 不用藥那種肺X光 對於篩選肺癌 那個用途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 因為如果你一張普通X光 這個70年居例夫人發現的技術 一個這麼簡單的平面肺X光 都看到肺癌已經是挺嚴重的了 醫學研究顯示 如果你是這樣找到肺癌 其實你找到和找不到的治療方法 對你來說 可能不是真的這麼大的分別 所以他們就不建議大家 失驚無神 有空無事去做照肺X光 但是如果你是高危人群 例如你是煙蠅 我剛才說過 你是吃煙超過20年 或者你就算吃10年 但是你一天吃兩包 短期吃了很多煙 你累積的尼古丁很多的話 你要跟你醫生討論一下 因為在這幾年 BC省都推出了 好像是去年才推出的 這個肺癌篩選的計劃措施 它就是用低輻射的CT scan 我剛才說過 你就這樣照一張肺X光 沒有用的 怎樣才有用呢 CT scan 但問題是斷層素描 CT scan 有輻射的 你不想沒有也照到有 如果你連連照一張CT scan 哇很多輻射的 會不會反而被輻射害了你 所以研究員就很清楚地顯示到 用一個低輻射的 不用那麼高清 我們低清的CT scan 已經足夠可以找到 一些早期的癌粒子 例如1cm以下的核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做 這個low dose CT scan 只是英文 政府這個規劃也有限定的 如果你沒有吃過煙 你說要去照 它也未必可以給你照 膀胱癌的篩選 是很困難的 一般來說也是 如果你有長期吸煙 膀胱癌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如果你是沒有不良嗜好 沒有什麼特別的措施 就是你沒有說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令膀胱癌 其實膀胱癌不是真的那麼常 但膀胱癌其中一個危險的症狀 最常見的症狀 就是血尿 如果你磨小便 尤其是不痛 不痛的東西最令人害怕 如果你磨的小便是被紅色的 但是不痛的 那就令人害怕了 你真的要快點去找醫生看 千萬不要不理他 但如果你磨血尿痛的話 你也要找醫生 不過不用嚇自己 很多時候如果你有痛 可能是別的東西 但你也要做檢查 所以膀胱癌沒有一個很簡單的篩選方法 二線癌就更加難了 因為癡狀其實在我們的肚 在胃的後面 最深的一層 就算你去找醫生 拿手指來按一下 拿醫生拿手來和你檢查肚 甚至你去治療超香波 很多時候看不到 胃部裡面有些食物 上面有些腸 有些空氣 遮住了 所以二線癌是最難篩選到的其中一個癌症 為什麼我們看到很多不幸診斷二線癌的病人 都是比較晚期的原因之一 因為很難提早找到 所以也是醫學一個難題 希望我們未來可以解決到 其他就是乳癌 乳癌和宮頸癌的檢查 我稍後會在40歲的講述 我會再詳細解釋 卵巢癌和二線癌一樣 也沒有一個很簡單的 預防篩選方法 因為卵巢也是 在盤腔很深的地方 有些人可能自己自費 定期去做超香波 會看到卵巢有問題 但其實很多時候你照出來 也帶出另一個問題 你照出來看到有波 接著你又要去做跟進的檢查 這些跟進的檢查其實不是武害的 因為它可能照到有波 接著叫你做CT CT有輻射 接著CT說 看得不太清楚 要做穿刺 一樣摺一樣摺一樣摺一樣 到最後可能又要你做個病毒 活組織檢查 要做個小手術 可能到頭來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我們需不需要去追究這一堆 即是很怕癌症 我全身去做MRI 由頭到腳 需不需要呢 又是視乎你個人的情況 如果你家族 很多人都有各種不同的癌症 我建議你去跟醫生討論一下 因為你可能要去BC Cancer Agency 這個癌症預防中心那裡 去做一個基因的評估 因為你可能有些家族性的癌症的情況 如果你是不幸帶著這些家族性基因 你的檢查就跟我以上所說的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你就不是篩選了 因為你是特殊情況 有些人可能他家族有胃癌的 爸爸媽媽都有胃癌 他可能每隔兩年就要照一次胃鏡 甚至隔一年要照一次胃鏡 如果你家族有腸癌 你的篩選就不是跟普通人一樣 你要在你家族搶癌發病的人 之前你還要年輕的十年 年輕的幾年就要開始做腸癌檢查 所以這些要視乎你的家族史 我稍後會再講到 35歲的短片我會講到 如果你有家族史怎麼處理 60至70歲的心理問題 很大部分就是因為這個社會角色的改變 有些人就在這個年齡開始退休 他有一個在社會很活躍的身份 就變成一個他要找回自己的 identity 找回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轉變是很重要的 要處理得很好 因為你會帶著你的心理狀況去到你的黃金十年 當然在這個階段 我也看到不少人開始吐槽他的配偶 因為其實我的理論 就是因為他在60歲之前 可能大家各各忙 大家忙他的事業 忙他的子女 忙到50多歲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再重新認識你的配偶 大家可能發現大家有些習慣 忍受不了 所以就開始有些人進來吐槽 都幾常見的 所以如果各位在座聽眾 發現自己有這個問題 我可以很清楚告訴你 你絕對不是阿孔 你絕對不是特別的 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你不要覺得自己特別慘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問題就是你怎樣去處理 問題不是特別的 處理的方法 就會決定到你餘下的幸福 當然也有些人迫不得已 失去了他的配偶 或者他的好朋友 有疾病 所以也會直接影響到 他的心理狀況 在這個年齡階段 我很多時候會和病人聊 他由一個健康的人 到一個有病的人 他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哎呀我沒用的了 我個人老了不行了 自己很多病 經常都要吃藥 其實是一個心理認知 你不要經常覺得自己是一個病人 你不是病人 你是一個健康的人 不過你是用 我們現在醫療科技用藥物 去處理可以處理的問題 我經常都說 其實可以處理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大家都熟悉 當然秦始皇 就是去找長生不老藥 3000年前找長生不老藥找不到 但是其實我們可能現在 大家都已經在吃藥物 這個長生不老藥 名叫做血壓藥 因為其實在這些 譬如美國大的保險公司 人壽保險的數據裡面 你很清楚地看到 他們看到有什麼特別大的 會影響到壽命的 最大的其中的決定因素 是血壓 所以很多時候你去買人壽保險 他很多時候不問你太多問題 他只是問你血壓多少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血壓高問題 在吃藥物 一定要正視血壓 因為你的血壓藥 可能就是秦始皇 找不到的長生不老藥 以上檢測 尤其是癌症 就是你醫療卡不包 但是如果你未退休 可能你的醫療計劃保險還在包 所以如果各位未退休 你可能就要看看 你的工作有沒有延長健康 如果有的話 你真的要把握機會 我到最後會講一講疫苗 如果你臨退休前 你發現你很多針未打 先打完它 因為你的醫療保險 還可以幫你付錢 如果不是你到66歲 退休第二年才打 你就要自費了 謝謝 根據我們剛才發出的指引 那個表 那個表其實是一個 summary 大家可以用來做參考 癌症計劃60至70歲 仍然要做大腸癌測試 大腸癌測試 一般來說就是50歲開始 每兩年驗一次大便 現在BC省 因為鑑於很多人沒有家庭醫生 所以它其實已經 擺放了家庭醫生 如果你以前已經在這個計劃裡面 不代表你驗過大便 它就一定知道有你存在 因為要看你醫生有沒有踢過格 但如果你以前 已經有一個大便檢查 是入了這個政府檔案 他每兩年會寄一張紙 以及寄一張紙給你 你就不用去找家庭醫生 你已經可以直接驗到 但是大家就不會說 我驗完之後 不聲不聲就不去找家庭醫生 因為其實你除了驗癌症之外 我還要檢查你的血壓 你人不出現 我不會特意叫你回來的 你家庭醫生 每個人都很忙 所以大家做完這些檢查 其實你到了這個年齡 你差不多每一兩年 你都去和家庭醫生打個招呼 我保證你肯定有事情 他需要和你檢查的 你未必想到 所以大家最重要是展示一下 那乳腺癌 這個大腸癌就是大便測試 有些人如果割了息肉的人 就未必需要每兩年一次 因為割了息肉 可能你可以五年之後再檢查 或者十年之後的 所以兩年來講 就是你從來未驗過 也從來沒事 那乳癌呢 更加早些就是 介乎你個人的危機指數 就四十至五十歲中間 在那個年齡階段 我就會建議我的病人 去佈乳防測試 有些人可能說 不是啊我以前家庭醫生寫紙 我檢查過的 那家庭醫生寫紙的檢查 我們叫做 Diagnostic Mammogram 就不是篩選 你自己去佈的叫做 Screening Mammogram 就是篩選 你要曾經做過篩選 那些電腦數據庫 才知道有你存在 我們的數據庫 是不會知道 你突然間有一個人四十歲生日 所以如果你說 我五十五歲 從來未照過乳防 政府不知道 你從來未照過 不會無情有封信提醒你 你要自己去找到 做第一次 做完之後 他知道 他知道有你存在 他就會兩年的封信提醒你 子宮頸癌 同樣 如果子宮頸癌 就更早了 就三十歲開始做抹片檢查 我們的省 開始子宮頸癌的篩選 可能在未來幾年會有一個轉變 所以大家也拭目以待 暫時來說 到現在為止 子宮頸癌的篩選 就是用抹片檢查 就是三十至六十九歲 每三年一次 已經變了三年 很久了 所以我也有很多病人 也很混淆 不是年年的嗎? 不是兩年的嗎? 已經三年了很久了 又是那句 如果你有個人的病史 或者有家族病史 或者你是攜帶HPV病毒 我們就會檢查痕痕 你如果做過一次之後 你下次就會有診所提醒你 不過我也建議大家 做過聰明的病人 自己寫下 自己提醒自己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嘉年醫生 你嘉年醫生突然退休 沒有人提醒你了 那怎麼辦呢? 自己記住 再說就是心血管疾病 二型糖尿病 以及高血壓 剛才提到的三高 那我在這裡 就有一個塑膠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一個塑膠模型 其實這是我們一個血管的模型 可能因為不太看到 因為這個視頻的問題 其實我們想預防的 就是想預防 你的血管突然間塞了 突然間有一個血塊 但有些人說 沒有啊 我做運動沒事 心臟又不痛 沒有胸口痛 又沒有家族史 我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如果你的血管 膽固醇有點塞 膽固醇形成一個血管內壁的斑塊 我們叫做足氧斑塊 英文的名字很長 叫做arthrosclerotic plaque 如果你有斑塊的話 就算你塞了四成五成 甚至六七成 你未必有症狀的 多數都沒有症狀的 你如果覺得胸口悶的時候 你的斑塊已經是80% 所以我們不可以根據你的症狀 告訴你 沒事的 你都沒有症狀 有症狀已經很遲 還有有些人很不幸的 有些人可能說 陳醫生我只不過塞了40%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呢 因為你的斑塊可能 可以有50% 然後突然間它上面披口 突然間爛了 在裡面披口 然後你身體會把血小板送去那裏 然後身體說不行 那裏有損傷 快點叫血小板塞住它 封鎖了 你可以由五分鐘之內 由50%變成100% 可以是沒有警告你完全 支持沒有任何警鐘之下 你可以突然間心機更失 那就沒有機會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是預防這個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醫生會叫你吃阿時匹靈呢 不是每個人適合吃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會吃呢 我們其實是預防那個血小板 那個身體的反應 當然膽固醇藥是減低斑塊的不穩定性 也希望可以把斑塊縮細 時光倒流 這個難一點 不過希望可以把它保持住 不要繼續大 希望甚至可以縮細一點 但是其實 你的膽固醇藥最重要的功能 是讓血管裡面的斑塊的面 不要那麼脆弱 不要那麼容易披口 因為一披口 可能你的血小板就會塞住 那就是一個心血弱 所以三高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塞血管 希望我們在塞血管之前 已經可以處理到 你這個可以預防的疾病 下一個階段 50至60歲 是一個很多癌症西殘預防的 開始的年齡 在這個年齡 我們尤其會注意到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癌症是十年的循環 當然是你50歲 要處理你60歲的健康 60歲要處理你70歲的健康 70歲要處理你80歲的健康 但是50歲 尤其重要就是你20年的循環 因為大多數人都會活到起碼70歲 因為現在加拿大平均年齡 80多歲 所以你50至60歲 完全要處理你的血管 因為我經常跟病人說 你現在55歲 你到75的時候 我還是你醫生 我都希望還沒退休 所以我不希望你到75的時候 你的黃金十年 你是中完風之後過的 或者你是周身病痛過的 我怎樣可以讓你成為一個健康 有錢有時間又有健康的75歲 在50歲開始做的 你50歲的時候 很重要地處理你的保護血管 所有你可以保護血管的事情都要做 待會我會詳細再講 當然心理素質在這個階段 就不只是心理強大 你是要學會平衡 因為多數在這個階段 就是又不夠錢又不夠時間 所以你要很適當地去平衡自己的時間 空間和日程 你要很清楚地劃時間出來 去處理你自己的健康 千萬不要在50歲的時候 就用健康來購買錢 然後日後再用錢來購買健康 這樣就很不著數 所以大家要處理自己的平衡 一定要把時間投資在自己健康身上 謝謝 好,常見的健康問題 在50歲的年齡群 其實在我一個臨床醫生的角度 你有任何症狀 我都特別會注意 因為已經是絕對是有癌症的 而且這個年齡層見到的癌症 特別令人害怕 因為生得快 如果你七十幾八十歲 才能診斷腸癌 我都沒那麼害怕 你五十幾歲才能診斷腸癌 我和你的專科醫生都超級緊張 真的放下東西和你打電話 很多時候希望 就算診斷到 大家都會說 加拿大要等很久 真的難聽說 不用你等了 因為很大事 所以也希望不要太大事才發現 所以剛才提到的就是大腸癌檢查 細選 乳癌的細選 子宮頸癌和皮膚癌 皮膚癌 當然我們亞洲人比較少 不是沒有 亞洲人也會皮膚癌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自己皮膚的改變 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人 我很慶幸我在我的病人身上 未見到 不過 也有 以前也有見過 指甲也會有皮膚癌 因為如果你發現 你指甲突然黑色一疊 你要讓醫生看看 你是撞瘀了 或是指甲床那裡有 有時候有一條線不規則 特別令人害怕 所以皮膚癌要注意自己皮膚的狀態 也當然要用 晴霧 塗防曬油 就算你不是出去曝曬 例如你在室內工作 你的辦公室是有窗的 有日光的 你也要塗防曬油 因為紫外光是會透過玻璃 尤其是你坐六至八個小時 你不是發醒夢 長期開車人也要 因為你會經過你的車窗 都會有紫外光的輻射 血管保護 剛才我用這個 你們大家可能不看得很清楚的膠 我會有病人問我 聽說現在有一件事叫做 心臟概評分 Kalcium score 或者我朋友在香港做了一個 頸毒物測試 是甚麼來的呢 這些測試現在在我們 BC省都越整越普遍了 不過大部分情況之下 是醫療卡不包的 大家需不需要 不是每個人需要 多久需要一次 有些人可能五年要出一次 有些人出完之後很漂亮 可能醫生跟你說 你不用檢查 你檢查了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我會看到 有些人在香港做完檢查 有做這個檢查 或者在中國做完檢查 有做到這個 是甚麼叫蓋評分呢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斑塊 在血管裡膽固醇塞了 在你身體 其實是知道這件事是不好的 你的身體很微妙 知道這件事是不正常的 身體會說 咦 我是不是應該要去修護它 我去修復它 身體的修護方法 就是把鈣放上去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但是身體唯一的工具 就是把鈣放上去 所以它放在鈣 因為你的血管裡 不應該有鈣 你的鈣應該在骨裡 無情情的血管裡 怎會有鈣 所以有任何 如果你照這個CT scan 它看到你的血管有任何鈣 其實都是間接表示 你已經有斑塊 因為你沒有斑塊的話 你的身體是不會把鈣放在那個位置 但是你沒有鈣 不代表你完全沒有斑塊 因為可能有些人 只不過是太早 或者你的身體都未到這個 放鈣下去的階段 或者尤其是煙紋 如果你是吸煙的人 你的身體不會把鈣放進去 這個血管的斑塊 所以你的鈣平分是零的話 不代表你一路永逢 你永遠不會有斑塊 不過希望大家 和你的醫生好好討論一下 你究竟需不需要做這些檢查 在這個年齡層 當然我們也會看到 這個女性更年期 和男性都會有更年期 因為可能有些個別的人 就過過荷爾蒙的紅激素不足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可能要很快地說一說 35至50歲 是嗎?Barbara? 不好意思 陳醫生 你實在有很多很多資料 我們還有十幾張幻燈片 我們歡迎大家留下 如果陳醫生可以 我們會超時一點 一般我們都很準時 但這次因為陳醫生 真的帶給我們很多很多的資訊 大家都非常感興趣 所以我們會繼續說 現在我想先去報告 陳醫生 不好意思 陳醫生 好 我們做一做 這個投票問題 我們想知道 因為現在已經近尾聲了 看看你除了自己之外 還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聽這個講座 這個可以給我們一些資料 你看看這個題目 合不合聽 我不知道大家在畫面看不看到 我就看到很清楚 大家都投票了 是差不多有75%至75%左右是自己一個人看的 其餘的部分就是跟另外一個人 就是大家有兩個人一起看的 好 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就可以繼續 陳醫生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就很抱歉 因為時間不可能再回答 我們就希望短短時間之內 陳醫生繼續完成其餘的 slide 謝謝 交給你 Jessica 可以 Thank you Barbara 我太長氣了 OK 我們不如下一個階段 就會說到30-50歲 這個組別 我們就會比較著重在你家族史 因為你未到那個年齡 所以我問問你家人有沒有以上的病 如果你有的話 我會再個別這樣處理 就跟你設計一套適合你的篩選模式 在這個階段 尤其是過了這個疫情之後 很多人是有焦慮 壓力源的問題 也是三文治的職責 因為上有老下有少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需要情緒健康的幫助的話 積極地去問你的家庭醫生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省有很多資源 下一個 slide 麻煩 再下一個 slide 好 我想說說 其實對任何的組別 尤其是比較年輕的 35-50 或者50-60 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不要忽略 當然是避免染上下列 會影響或者妨礙你健康生活的風險 當然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外肢病 大家要小心 還有運動損傷 希望你不要 尤其是我如果見到一些人 譬如有腦震盪 或者他腸 食物中毒不舒服之後 搞到變成 irritable bowel 腸移擊 其實很影響他下半世的生活品質 所以你要很小心 你要保護自己 因為其實你是長線投資 這個階段就是長線投資 萊姆病癌癌癌癌 其實是一個 如果你喜歡膠外軟足的人 被膝咬到 那個膝帶菌 然後可能會令到 我們有一個叫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長期疲倦症 即是可能令到一些人 以後完全無法上班 但是比較常見 現在就是COVID 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醫學界 這麼努力去建議各位 真的要提倡各位 麻煩你打疫苗 不單止有些人說 我中了COVID也不會死的 我這麼年輕 但是就算你看到我們 冰球隊的職業運動員 都會有人惹到COVID之後 會變成長COVID 長COVID真的無法上班 他做了兩件事 可能走幾步 或者看書看山板 完全無力的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 避免將自己會 令到自己健康 將來有問題的事情 消染性藥物要非常留意 這個大家都知道 最後我想說說 就是健康生活方式 我們提倡各位都要每週 至少一百五十分鐘的健康運動 理想之下 最好三至五次每次一小時 就是你可以做多些 但是至少一百五十分鐘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我提不起勁 我建議你去社區中心 sign up 一個class 你 sign up 一個班 給了錢 你就一定會去的 因為你給了錢 你就不會說 哎呀今天天氣不太好 我不是這麼想出去走 那你很容易的 懶下懶下就懶了 那如果你生了個class 你會比較 會有恆心的 起碼 起碼 那最後我就要說 健康體重 不是一定要瘦 但是呢 也都健康 我們量度體重 因為有些人可能 他很重 但是可能很多肌肉 但是有些人可能很輕 但是不代表他健康的 所以大家最重要 其實就不要這麼看上去 你踩上磅的幾磅 但是你究竟 你是不是一個健康的生活 你這個人的身體素質 那也都要提防 不要亂去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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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你說 減肥減得很快 叫你清腸喝這個 那些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是完全不平衡 而且你其實很快會反彈 那些是不是正確的 控制體重的方法 大家要小心 那 那 ok next slide 那以下我就列出了 其實大家可能很忽略的 就是 BB仔小朋友要打疫苗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其實成人都很多疫苗要打的 那 Barbara也有一個文件 你們可以在Icon 在安康拿到 就會列出所有 成人都要打的疫苗 也是每個年齡 有不同年齡的考量 很多疫苗是50歲以上 或者65歲以上要打 那 有些疫苗可能是 你根本 譬如你 麻疹 德國麻疹和蘇以線炎 可能你以前沒有打過的 因為你可能有很多移民來的人 小時候不在這裏 你沒有打過我們BC省的小朋友疫苗 那你可能要 catch up 的 那 還有大家知道破傷風 其實十年一次的 那破傷風其實不只是生手的釘 如果大家喜歡做圓禮 或者你比較靠近動物 其實動物咬傷 我們都會考量到破傷風的風險 所以這些疫苗是大家注意的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裏 可以怎樣幫助你管理你的慢性疾病 那現在大家都很聰明 今天也參與到我們的講座 那就是有些人是用電腦 有些人是用智能手機 或者是平板電腦的 那這幾樣東西都屬於 即是Digital的工具 即是工具 大家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那你搜集資料的時候 因為一般我們都是用這個渠道 用這些工具來搜集你自己的資料 那你上去網 無論是網 或是上去用那些應用程式的時候 是要很注意確保在線的安全 那如果你是 比如說如果你要參與他 或者去看他的資料的時候 他要問你拿很多私人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留心 比如說要拿你的工作卡號碼 或者你的醫療卡號碼 甚至乎是拿你財務的訊息 你哪間銀行做你的財務的事 你自己的生日日期 和你的地址 甚至乎是你的護照號碼 登記 你都要很小心留意 到底他是怎樣用你這方面的資料 那一個很好的介紹就是 HELF GATEWAY 就是剛剛我們BC省政府 是推出的 設置了這個安全網頁 也是一個可以用手機用的應用程式 提供給省民 來看個人的健康紀錄 還有你可以看到 你所用的醫生 曾經開過給你用的藥 你買過的藥 你的嚴血報告 其他的檢測 比如你的疫苗注射報告 還有你看過多少次醫生 全部都有記錄 而省政府也陸陸續續推出 將來也可以在網頁 查看你自己看過專科醫生的報告 在你的電腦或者你的手機 另外一個非常好的 也是省政府設立的 就是BC省的健康連結 這個健康連結就叫做 Healthlink BC 提供一些非緊急健康服務的資訊 如果有三個方法你可以接觸到 一個就是打電話進去 這個811 這個811直接可以跟營養師 藥劑師、護士 或者甚至乎是醫生跟你談的 你有想問的關於健康的問題 那你上去網站 Healthlinkbc.ca 這個網站裡面也有很多已經寫了 當然是 全部都是以英文為主的健康資訊 也有很多 翻譯了中文和其他不同的語言 也可以使用 應用程式來上去看他們的資料 其餘一些電子的產品 可以在家裡用的 就是你的血壓計 或者是你可以連結你的血壓計 和你的手機 有些報告 有些應用程式可以幫助你記錄這些 那你就不用手寫了 接下來 要選擇適合的應用程式 希望大家要查看多些他們的評論 還有他們有什麼人用過這個應用程式 是不是適合你 就要詳細地了解 然後才使用 如果大家希望 聽多些關於這方面的資訊 我們在10月份 和健濤醫生 將會有一個講座 下一個安方的健康講座 正如我剛才所介紹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一些關於在家裡 如何用這些科技來幫助你 照顧自己的健康 或者是照顧自己的健康 或者是照顧家人的健康 你可以在10月16日 聽何健濤醫生 將會在網上 《健康一日談》 講關於這方面 在10月23日 就是一個國語的講座 就是講關於糖尿病和飲食習慣 是由一位註冊營養師主說的 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安康健康網站 或者可以直接通知大家 這些講座如何參與 接下來 如果大家想參與我們 郵件的名單 可以按照這個 我們有最新的資訊 有什麼講座 如何參加的資訊 就全部可以直接通知你們 這就是我們安康健康網的網站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上去查詢 有中文版有英文版的 裏面也有很多其他健康的資訊 好啦 今天我們真是超市 很感謝陳醫生抽空 來幫我們講解 這麼多資訊 給大家 是很適合大家去參考 當然每一個人的健康 都有不同 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直接回去問回你的家庭醫生 因為很多檢測等事情 正如陳醫生所說的 是視乎因人而定的 就不是一堆而論 只不過今天我們給了一些資訊 給大家參考 也注意一下自己身體各方面的情況 我們再次感謝陳醫生 今天抽時間你跟我們做這個講座 請客 是 謝謝 是 是 有 有